重庆高温破季入了 连续几天的四十几度 热得受不了了 四层王林青男子 大猫最爱打卷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猫呀 欢迎收看大猫的暑假极限生存 不知不觉暑假都快玩咯 咱们的暑假生存 才到了二十几期 还差得远呢 咦 这里怎么有一只骆驼 还在我家门口喝水 谁让你在这儿喝水的呀 我记得没错的话 之前你还吐过我口水是吧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在这儿喝水吧 我走了 继续装修咱们的房子去了 这个二楼就那边卧室装修了 还有这么多没有装 看看怎么装修啊 正当我苦了的时候 涓涓给我了灵感 他说可以把那一排 放点书架 然后放点桌子 放点花板之类的 到时候可以看着夕阳 画着画 没事的时候 也可以坐在桌前 看一下书什么的 诶 这是一个方法 虽然说那种带书的书架做不了 那咱们可以做这个空白的书架 书还没有买回来 到时候再买 你看这个书架就摆在这个位置 嗯 每张桌子旁边都摆一点 我们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重庆的气温又突破新高度了 这几天都是四十几度打底呀 昨天四十四度我的天啊 听说有的地方四十五点几度了 太吓人了 家人们 怎么活呀 根本不敢出门 不想出门 快凉快起来吧 我的老天 看看看 大猫的二楼就是个样子 水泥泥的装修好喽 怎么样还不错吧 诶 怎么又下雨了 不喜欢下雨天 来放个晴雨樱花 不对 应该是不喜欢游戏里面的下雨天 现在的天要是下个雨多两块呀 现实生活中赶紧下雨吧 那我们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呀 一二三楼都装修完了 是不是这个房子就算正式做好了 大家看一看还不错吧 大猫第一次做这个大别野还是挺成功的 嘿 什么情况 看看 这杀虫又来了呀 你有点嚣张了 老爹 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打你呀 觉得我好欺负呀 那我今天就要来碰一碰 看能不能打赢你 先解决这个小卡拉咪 野萌宝还是挺危险的 记得没错的话 第一次狗屁就是因为它 解决了 那我们就来硬碰一下杀虫 看能不能打赢它 最近这个新出的游戏 黑神话悟空好火呀 感觉四个游戏组都在玩这个游戏 大猫是不是没有跟上这个热度 没有跟上这个潮流啊 这条视频顶战破两千 咱们不破万了 破个两千 我就去买来玩好不好 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也给你们直播一下子 那就这样说定了哦 嗨 杀云林主总算是要狗屁了 咱们还差一丢丢 差一丢丢丢就没打赢 因为没有弓箭啊 还好只有一丢丢先 拿下沙虫 不过如果以后再有这个沙虫咋办呢 这个你沙漠太监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大猫这个房子要不要修一个花园什么的 虽然周围大处是花 但看着太杂乱武装啦 再现等挺极的 暑假要玩了